我们打开刚刚那个范例 我刚刚我们是不是做到低止叠击 低止叠击的这个 2017-1128潮市分析 所以请你们关掉现在的这个范例 不存档了 我们要回来继续介绍 我们要做客户分析仪表版 客户分析仪表版 好请我们先动手做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新的这样试图 开一个新的试图 然后接下来 我想第一件事情我们总应该要知道 就是说那个公司的总营业额 总营业额知道 那是不是就直接直接用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就是一个值 它只会呈现值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把总销售额放在这边 它就直接告诉我 总共销售额是16个百万 可以吗 这是我们要请你先做出来的 这个销售额 就是公司的总销售额是16个百万 第一张 请你们动手做 第一个 因为我现在要做一个仪表版 所以我们可能会先思考 那总销售额是多少 那请问一下 我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应该要呈现那个客户 客户往来的一个销售额 也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客户仪表版 所以你总要知道 主要客户就是前十名的客户 前十名客户 所以首先我们用资料表 用资料表 然后这个资料表呢 里面放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在这里 对不起 客户名称的销售额 而且我们稍微把字放大一点 这样方便别人来去观看 所以值这边显示大一点 然后这个标题也设大一点 这个标题也请设大一点 然后重点 重点是这个值 我希望它排序一下 因为我们总会希望知道 第一名是谁 所以请问是不是要排序 怎么排序 点点点 点他 然后依 依什么 销售额排序 由高排到低 所以第一名是徐禅 第二名是黄磊 这张资料表我想应该是 各位应该要先把它完成的一个重点 所以就麻烦请各位 先完成 就是我们公司的总销售是16个百万 那徐离 那徐禅当你点一下 有看到哦 徐禅82个千 有看到哦 好 我现在要开始慢慢介绍这个仪表板 仪表板 它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这张资料表我用的是他 我用的是这个视觉效果 所以一 点他 二 我就选 因为我要做 整个仪表板都是做跟客户有关系的 所以这边有看到吗 客户 然后销售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样我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 就是客户的一个排名 一定是由高排到低 老板关系一定是我们的主要客户是谁 我现在呢 我已经有一个排名在这个地方了 例如说第一名是徐禅 第二名是黄磊 但是这样子一个排名是四年的累计的排名 那有时候我想要看的是什么 我想要看的绝对是 例如说各年的排名 因为这也是财务报表里面 他都会希望就是算出来说客户的一个变化 每一年的变化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会去做出一个各年的一个销售 怎么做各年的销售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用 我用的是直条图 直条图这边选择订单日期 跟销售额 可是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他已经不是以年为单位 而是以日期为单位 为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做一个关联 他是不是连接到订单日期 是不是连接到这个date 好 当然了 你会说老师那我不要用订单日期 还有别的日期啊 发货日期 假设我用发货日期我看到哦 发货日期 他是不是就以年为单位 这点事情各位要稍微知道 但是我还是坚持要用订单日期怎么排 订单 就是我是不是先勾这个直条图 然后我要做订单跟销售额 对不对 接下来请把这个订单日期 他是不是没有那个日年月季这些都没有了 所以把它新增群组 新增群组 请把这个量值量值改成什么 改成年 确定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到时候就可以点这个2016年 我们去看 第一名是徐禅 第二名是不是五名妹 第三名和惠 我们就仔细这三名就好了 是不是点一下2015年 是不是可以看到徐禅还是第一名 可是我们这边有看到吗 这个2015年第二名的好庭 第三名的康交 是不是就不见了 到2016年是不是就不见了 事情哇排到这么后面 例如说2015年 这个人 这个人2015年 这个好庭 对不对 有看到 16个 16个签 可是呢 可是呢 这一个 这个好庭 哇 他跑 在总累计里面 就是这四年啊 四年 他在2015年 是主要客户 其他三年都很下面 好 2016年 好庭 跑到哪里去了 应该找不到了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主要客户在这个地方 他产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请问这样好不好 不好吧 可以了解吗 这件事情是真的需要分析的哦 好 所以请你们做这一张资料表 然后这张资料表请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曾经有做过关联 所以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个订单日期改成什么 新增群组栏位 叫做年 年这个新增群组 好 来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 这以年为单位的一个分析 这通常也都是老板会要我们去做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哦 这2016年主要客户跟2015年主要客户是变化的 变化不好哦 因为新客户的开发 尤其是大的客户 除非他已经从好的客户变到那个澳洲来的客户 否则的话 我觉得主要客户不要产生很大的变化 会比较好 好 来画面就用一下 接下来我想要去做各年的比较 各年的比较 因为有时候我们针对那个客户啊 我想要知道这四年 他跟我们的一个销售的情形 所以我们画出一张资料表 好 例如说我们依照这四年他的一个变化好了 所以用折线图 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呢 依照订单的日期 订单 订单日期我们这边是不是有销售额 可是如果我们 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订单日期 我是不是可以改成这一种形式 这一种形式 这是各年 而且我主要是希望到时候 他可以让我看到什么呢 好 例如说点一下徐禅 他可以让我看到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他我们这个时间走 2013年四五六七 每个月 他的一个销售的情形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他跟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 跟我们公司的销售 然后来去算亲密程度 或者是那个友好程度 举例来说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越来越好 那这样子呢 是不是开始走下坡了 这样子呢 就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是越来越好 这我想一定没问题 这个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好 准备要开始 不往来了 第二名 这样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第三名呢 好像又起始回生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当我们今天去看客户 客户跟我们的销售 所以这张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这张图 首先第一点选折线图 第二 第二 刚刚我们不是建立了一个群组吗 群组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好 就是本来的订单日期 它是以日为单位 现在我们改成用年来呈现 那可不可以再产生出新的 例如说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再新增一个群组 变成用月 当然可以啊 好 月 然后 接下来你去看一下 这 这边呈现的 应该就是 我要 把它换掉 把什么换掉 对不起 我怎么点呢 这边 这个 我要把这个换成 这个 对不对 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个月的变化 例如说徐禅 徐禅有看到 哦 这样就可以发现 哇 它是2016年 跟我们之间关系是非常好的 然后接下来 黄磊呢 有看到 黄磊 这边 这边 曾经跟我们 非常好 其实会计师在做那个 集合查账的时候 他会觉得 像这种 非常好的往来 会不会有问题 好 第三名 第三名 你看哦 这边是不是非常高 这边是很低 从非常低 变到非常高 这是不是 另外一种 可能的变化 好 所以 请你们 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 增加那个群组 那这张图呢 我就呈现到 这个地方 这个是 各月 各月的 一个表现 就是 我们大致上 可以发现各月的表现 然后请你 到时候点击去 2016年 现在是不是只剩下2016年 然后 徐禅 徐禅 有看到哦 他的一个变化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请你们做 这一张就是 各月的一个销售表现 折线图 那我们是不是 可能会想要知道 就是说 这个客户 客户哦 他跟我们的一个往来的情形 我们 例如说 他到底买我们公司的什么产品 所以如果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去呈现 例如说圆形图好了 用圆形图来去呈现 好 客户他跟我们买了什么产品 产品 产品名称 那产品名称可能很多 他这边就出现警告了 有看到哦 所以我们不要用产品名称 我们用类别好不好 不要用这个 然后用类别 可以吗 类别 对不起 还是用圆形图 类别的销售额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样子一个情形 但是 我想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说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这样可能就不是很好看了 这样可能看不太清楚 就是 这边可能 因为这个虚产 因为你知道知道这个16个百万嘛 对不对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假设我现在点2016 有看到吗 2016 然后当我们去做那个客户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去思考一下这个客户呢 他虽然是我们主要客户 但是他可能不具有那个百分比很大的倾向 好 那这边有看到吗 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说 各年我们在产品销售的部分 以类别来说 它是有变化的 好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像这个红色啊 2014年是最早的 2015年 它变成第二名了 那2016年 它变成最多了 好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没办法呈现 因为只有三个 三个我就会用资料表来呈现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这个值 稍微大一点给各位看 就是说 这个人 他跟我们公司主要的销售 主要销售会以家具为主 有看到吗 会以家具为主 然后 然后这一个人 他会以技术为主 因为只有三个嘛 那圆形图 那个值太小了 所以干脆我用资料列表来去呈现 好 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就是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 这个客户他跟我们的往来大致上是多少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 客户 跟我们购买产品的一个情形 好 最后我要一口气讲完 例如说假如 假如我现在我想要去针对所有的客户呢 给他做一个就是说 各年的一个资料分析 各年的资料分析 然后你去看一下 首先假设我今天 我先设定 设定另外一个就是这边是产品 我知道类别是这样 但是那个紫产品 我也想要知道 例如说 主要客户他购买哪些的紫产品 好 以供就是我们可能要提供给相关客户适当的产品 例如说他明明只会跟我们买家具类的产品 所以你在寄行录的时候呢 你可能你可能会把那个 例如说家具呀的一些新产品的DM寄给这个客户 好 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们来去画那个 个指向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也要去调查 客户他跟我们购买的产品指向目是什么 举例来说在这边我们是不是有产品的名称 然后销售额 这张图我觉得比较适合用直条图来去呈现 而且从高排到低 产品名称 然后销售额 然后按照由高排到低 所以依销售额来去做排列 排完之后呢 那么我们重点重点是这个值也要呈现大一点 让别人去观看吧 好 所以把值 X轴的值开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呈现说什么产品的销售最多 但是重点是我们这个地方会希望说 知道说徐禅 徐禅他跟我们主要往来的是不是公司主要主力产品 主要客户跟我们公司购买的是不是主要产品 这件事也很重要啊 所以点选黄磊 有看到哦 在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 田磊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大致上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客户呢 他主要跟我们购买的产品是什么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说的事情 就是说他跟我们购买技术类 又以Motorola的这一个还有这个Sircle 好 为主 有看到吗 那通常我们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如果我还希望让他就是局限在 例如说某一个年来去做分析 这时候我还会再加做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好 然后直接放在这个地方 那时间是依照什么为主呢 时间我就会希望依照这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其实刚刚我没有做过那个年 好 我就用最标准的那个日期 日期 就是这个日期假设我要呈现是2016年的1月1号 就是我只有呈现2016年的1月1号 所以这边是不是只看到2016年 然后接下来这边的排名徐禅第一 点他 有看到吗 就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 然后甚至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哦 他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跟我们往来 然后第二个人 五明媚 然后他就跟我们购买 就是公司很主力的这个产品 而且集中在2016年的这一段时间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因为仪表板你一定要理解到这样子一个层级 这样子方便别人来去查找资料 这就是仪表板最最最最棒的地方 好了 那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 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暂时把课程准备告一个段落 那当然当然当我今天我最后讲一下就是当我要去做一个资料分析的时候呢 我会先去试着画出一个简单的草图 在画仪表板的时候我会先画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仪表板仕图 那当然这里面你就要去思考一个主题 例如说这边都是以客户为主的主题 这就形成一个模组了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 未来你可能要做好多个模组 然后跟客户有关系 就把它全部先列成文字 然后接下来再去画出我刚刚那种草稿 然后一张一张图画出来 你就会看到那个联动的效果 它是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设计 好 从第一天我们应该要回推到三月份的时候 大概三四月吧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上学期就对了 我们就已经开始来这边上一整天的 就是说从大数据分析的基础开始 而且还是从依照开始 然后接下来告诉各位说 依照也可以做资料分析 但是它不能做大数据分析 然后后来慢慢我们就全部都来教 如何做这个视觉化分析 然后像今天教的这个BX函数 然后再组urper 还有像呼吸引 Holiday 还有像预测预测预测顽 还有像我最后介绍的这预测板 来去做一个控制 针对客户啊 什么时候 摆什么产品 然后主力产品是什么 好 希望日后对于大家的一个工作领域 会有一些实质应用 你就会发现 那个帮助是很大的 好 那我们今天可能要暂时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 那期待我们日后 可以透过LINE的方式 你可以提问 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你 可能影片是哪几部 你要回去补衣补看一看 好吗 好 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